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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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做什么 身体的动作 按 卸 做完卸会以后 然后我们会让它再加大一点的情况下 我们会去让它什么 用到我们的身体和膝盖的幅度 去做什么 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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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回来 然后我们再来 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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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スルーミー 欸 グルーパー 所以很多女生 不是很多女生啊 不是向旁去追我的左腳 他是向斜前方移動 然後在這個面大家看 男士的右腳 從頭到尾我們都是貼著女生的 右腿大腿內側的 我們始終都是右邊貼著 右邊移動 千萬不要男生去來追女生的左腳 去追女生的左腳 就會把女生給推倒 這是我經常會看到 為什麼 首先先清楚我們斜前 其次再清楚 要貼著右腿移動 不要去追女生的左腳 但是可能就算這個清楚了之後 還會有同學去 去把女生壓倒 就會出現什麼問題 很多男生 我們是大拇指內扣 男生 右腿大拇指內扣 大拇指延伸 向前 然後 站上重心的 但是很多男生是 不是大拇指擦地 帶著我的腿出去 很多男生是 右邊的膝蓋 直接頂向女生 直接是外巴出去的 你這個樣子 肯定是把女生給推倒的 大家看一下 正確的和錯誤的 正確的 你要是右邊 大拇指內側擦地 然後上重心 就一點都不會影響我 但是他如果用膝蓋外巴去走 就會推到我重心 所以男生 上肌肩部重心的時候 一定要注意 你們的注意力 更多在右腳 大拇指內側 腳尖的位置去擦地 這樣你比較容易 去保持住內扣的 如果你用膝蓋外巴 就很容易去推到女生 好吧 然後就是第一點 第二點 第二點 就是 男生 來我再換曹老師 換著帶 第二點 就是男生的 右腿 到位了之後 首先你們前面 頭位是拉伸在左邊 身體拉伸在左邊 然後擦地 到位了之後 很多男生 左邊還是垮在後面的 什麼意思啊 謝謝 就是很多男生 是這樣 感覺像螃蟹一樣 這樣 橫著過去 我需要你們的腳下 按我剛剛說的 斜前 擦地出去的同時 左手 不准動 但是左邊的胸椎 大家看著哈 不要這樣 掉在後面 左手在這待著不准動 左邊的胸椎 向前 推 也就是你們的右腳 向前 向斜前去 擦地的時候 左邊的胸椎也要 跟上去 左邊的胸椎 但是 呃 不要理解成 老師讓我左邊轉進來 這就錯了 我沒有讓你左邊轉 左手拉住不准動 但是左邊的胸椎 向前 提起來 這樣你們會把女生 更穩的 放在 她該到的位置上面 來 曹老師 看著哈 曹老師 不是說你左手 完全說不動 你肯定因為上重心 和左邊胸椎 提拉 會有一點點左手 跟隨向前 但是你們不能左手 主動走 左邊胸椎 會給予去帶動我的頭 因為她的左邊胸椎 去給予 所以我的頭打開 但是千萬不要 不做 我的頭打開就是很痛苦的 或者用左手去轉 就會把我轉的沒有了重心 所以盡量保持左邊的架行不動 靠你們的左邊的身體 向前 拉伸 給女生 把女生的頭頂 送開 這一點 男生看明白了嗎 這一點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的 他的左邊胸椎 給予多少 我的頭位 到達多少 是這裡 要給予進來的 明白了嗎 所以男生一定要 不是只是向旁 走一步 向斜線走一步 就完事了 一定要繼續給予 變得很強 然後給予完了之後 麻煩男生後面腳 你不是 你不應該完全沒有力量 如果男生上重心完全沒有力量 你會趴到女生的腰上面去 女生很痛苦 所以 最後 上完重心完了之後 男生後面腳的線條 大家可以看得到 我是有力量的 然後我的左腳是有一到兩分的力量 或者說一分的力量吧 抓住地板的 後面腿的線條是非常清晰 是不可以這樣鬆掉的 不可以沒有 沒有線條 沒有力量啊 OK 會看到 女生 會 在這個動作移動的時候 屁股升起來 這是第一種 第二種 背部倒掉了 把男生拉的沒有了 平衡 我要的是 我們女生 中段很強的給予 然後 保持平衛 去 移動 然後她的給予我 是我的頭打開 但是我的中段 是非常強的 留給男生 我的下盤是壓低 沒有任何 在這個動作 不可以有任何的 升降 也不可以有任何的倒背 這兩種 都不可以有 所以女生在這個動作的時候 右邊身體要很強 然後 然後 保持 低位 就是 男生 不用說 肯定是 直線 肯定是直線 女生呢 是 就是弧线 女生有一个弧线 身体的位置会有一个接触点的变化 通过脚的变化 男生身体的示意 给女生的示意 身体的位置接触也会有变化 脚位也不一样 你现在说的其实是这样 然后呢 往后你就会没有很不舒服 因为你只是做了一个锁目 其实这里面最重要的是 你通过我的这一边 要绕到我前面 你的力量 沿着我的身体 沿着我的身体转过来 所以这时候你要体会 第一步向前没问题 第二步 这一刻的时候 女生的力量已经要往这边去了 就让我们这边拖过来 所以我们的接触点 也会从 右侧和女生中心的接触 变为 左边 接触到女生的 右侧 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 然后 然后 当我的脚落地之后 看这是我男生的脚落在女生两腿之间 别落在他外面 落在女生两腿之间 这时候男生有一个自己的转动 当你转动过来的时候 你又变成了右侧和女生的身体中心的接触点 又变成了这个位置 然后你转移中心即可 然后就 再换 再一起 比如说你觉得这个课论比较顺畅 我们再试一下 稍微 4 5 6 1 2 3 再看一次 6 6 大家从这个角度看 看我把女生 甚至从我的这边 带到我的这边 我能依然地保持在前进的方向 这是一个 就是不是动作 配合在一起 配合在一起 就会跳 是你必须男生要做一个给女生的信号 女生也感觉 脚呢 第二步 打横 因为这样 第二步要画一包过来 你的力量是 到这个来 然后再 鎖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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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个动作有几种跳法 不管哪一种跳法 女生走的力量 都是这样的 你不可能直的朝自己方向 因为女生现在 我们现在是 我们现在是朝 左边去产生转动 所以这时候 我是内缘 女生是外缘 所以女生一定要绕我 我呢 是在里边 现在女生在这条直线上 往左边转 女生是在直线上去做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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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结束就放进 你的动作就不够流畅 所以说 女生一定感觉是 一样 男生的 脚在女生两腿之间 就是你必须要在这儿 我们很多男生的脚呢 是在女生的这儿 嗯 那接下来的动作就比较难调 儿就会做起来 连女生都不去 所以男生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一定要有一个身体 就是身体有一个上半身 不是下半身 是上半身的一个化缘 像做那个 Wing的那个动作 就是异谱的动作 有点像 就是你要给女生一个这样的引导 比如说我们上一次说一步 一 你要有一个异步的这么一种引导 然后再回到我们的正常位置 看一下 如果说 连起来 四 五 六 一 二 到这里 然后继续上去前方 不要向膛 不要向膛 男生做肌腱步 然后继续向斜前 还是在这条直线上 向斜前运动 正如我们身体 就可以只是一个 这样的一个角度 女生呢 如果没有我的话 她的重心完全呆在她的 脚心靠后的位置 不会给我很大的压力 然后呢 我再找到核心 在这个物为重心的潜力下 我们就很自由 我可以转的更大 转的更大 转的更大 所以说 要有自己的中心 要记住这个方法 是怎么让女生过去的 比如说 女生是走一个驱棍球 我们经常说 拉丁有个驱棍球 标准的方法 也有驱棍球 你要向前带女生 你要知道 你的脚在哪 如果我做那个纺织布 纺织布 纺织布 一旁的也是更大 这个是不冲掉的 就是 刚才我们在做纺织布也是这个道理 男生呢 因为她是往左边 所以男生的身体 要给你受这个视野 男生要略微延迟一点点 延迟一点点 好 这个脚在女生两腿之间 然后我才能把重心推到平 做一个外侧 所以大家看脚的话 男生这一步其实是在女生两腿之间 在运动 这是一个就是 引带技术上的一个关键的 一个要点 希望大家有这个意识 然后男生注意 你把女生往这边放的时候 男生很容易 头去向左前方 右前方 你会觉得 女生把我 破坏了 女生把我的转心 所以这时候男生要特别小心 你把女生往这边带的时候 这个你的轴心 始终要保持在你的肩膀 右肩的这个位置 不要往前 留在后面 跟它形成一个平衡 然后你的方向看的其实是 你的继续运动的前方 从这个角度 从这个角度 从这个角度看一下 我这个头 我们的视线 包括我们的头 这个定位 其实代表了一种 对我重心 对我方向的肯定 如果我的眼睛是虚幻的 我肯定是没有重心的 所以说男生 我们的眼睛是一定要放出去 是看到 你要带的那个点 所以说 你让它看到 再来 倒动心 看到 看到 看出去 大概是这样的 你这个动作上不去 应该有这个原因 嗯 虽然这里面还有整个 啪 什么往前推 嗯 我想在这里不用说 你先把脚位做清楚 嗯 我做一个哪怕 我不带摆当的 我做一个普通的 那我要把这个位置带到 嗯 就是这样子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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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可以 你会感觉按摩很舒服 我很舒服 就能把这个动作做 所以大家现在可以追求这个啊 我只是说 我想到了会告诉你 但是 如果你的呃 程度还没有那么高 你先把这个 位置做好 把这个身体的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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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脚的方向 带对 你就会舒服啊 很多人是走直线啊 又打狠 不可以 既然去 就是一条线直去